突然之间好几个人全部站起来 那种感觉有点疯狂 听的时候腰板做得非常直 中间不能说话不能插话 要等他剪完之后呢 你来发表你的感养 吴凯进入了一个全封闭式的工作训练 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充满了诱惑 最快的是八个月 然后如果说晚一点的话 一两年最后就可以做成一个总裁的纸别 很多年轻人都想迅速地致富 而且不需要太多的努力 这份工作并没有实际的内容 只靠新人加入 层层抽取加盟费获利 我叫一个人进来 然后我就有两个业务员 你的业务员再发展业务员 然后他那边又在增强 然后你又可以直接拿到提成 反复地提成 你觉得好像你的收入非常可怕 尽管吴凯对这种虚幻的模式有一些质疑 但是在这个环境中 他的质疑很快就被淹没了 反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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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种环境下面 你反复被灌输的时候 你就那个信以为真了 就想在短时间之内 然后能赠到一些钱 开着这个好车 然后呢带着钱 然后回去之后 那种就是成功人士 回去的那样的就是风光 除了培训 吴凯的工作就是为可发展的对象 量身定制一个虚拟的工作岗位 把你手指里面所有的号码 然后全部罗列一遍 开始来分识 哪些人是有可能跟支持 一起来做这个网络销售的 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会有人来配合你 你需要各种不同的场景 来打这个电话 这样子对方才会以为是真实的 就是为了给他制造一个 他梦幻的世界 他想要的岗位 这样子才对他有足够的吸引力 他也会有心动的感觉 差不多了 然后他就上钩了 八个月的时间 吴凯连过年都没有回过一次家 他不会让你回家 你觉得你也没进到钱 你怎么回去 回去觉得挺有面子的 当时你会想办设法的说 我要变得更加的强大 因为我进去之后 我就要开始做我自己的团队 因为我的业务员就是我的团队 就是我的合作伙伴 当吴凯正朝着梦想的计划前进时 里面一个负责的人 突然通知他 团队解散了 把我带到那个火车上 他跟我说 然后这个时间已经结束了 大家都走了 然后你也回去吧 带头的人卷钱逃跑了 吴凯的手机和他曾以加盟费 高价购买的产品也不见了 他几乎身无分文 很干净 然后一个包 一两身衣服裤子 然后一两本笔记本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心里面 就不知道想说什么东西 很绝望 后面 去到我一个朋友家里 然后呢 差不多生活了几天 我才醒过来 我就特别累到时间 非常非常地痛恨 我之前的记忆 而且非常非常痛恨 那个叫我进学的人 经历了这一次的失败 吴凯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 继续学画画 他的老师刚成为基督徒 于是便向他传福音 他跟我讲了一段时间的信仰 我依然是赌罪耳朵 然后我甚至说 他跟我讲完之后 这个左耳进我右耳就出去了 传销事件过后 吴凯不愿意再轻易相信任何事 直到有一天 当他独自画画时 忽然向听听老师 给他推荐的录音讲道 有一个讲道叫苦难 这两个字非常抓住我的心 我觉得苦难这个话题 跟我自身的经历有关系 这个话题非常有意念 而且也是我的困惑之一 这篇讲道 帮助吴凯解开了心里很多的疑惑 让他的心得到安慰 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在我里面有平安 他说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享安息 吴凯渴望得享这样的平安 但他发现 原来在他和这份平安之间 一直还有一道隐形的拦阻 传销让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每天都在放罪 放一个值大的罪 而这个罪 最大的罪就是说谎的罪 我在跟那些做传销的人一样 然后我在利用我的信任 然后利用我的朋友 然后再跟他们来讲这个 就是传销骗他们过来 我觉得这个 这个罪让我都不 后面我都不敢去面对他 吴凯的心里充满了愧疚和痛悔 他需要一个出路 吴凯在基督里认罪悔改 并接受了耶稣成为自己生命的救主 随后吴凯考入了美术学院 选择脚踏实地的生活 我觉得现在很感恩很幸福的事 就是他给了我一条新的出路 让我的人生有这个新的开始 耶稣他让我在他里面 有足够的平安 还有一个就是上帝他赐个我的一个家庭 有一个美丽而且祥德的赐子 上帝把他拍到我身边当中 是我最大的一个祝福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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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